由東部大學所舉辦的第12屆連政兵大專院校競技辯論比賽 這是本場的主席 只能介紹本場比賽的辯題 本場比賽的辯題為我國刑法因增設虧證罪 再介紹本場比賽的裁判 最後一主席左手方的是台大的何宜萱學姐 大家好 最後一主席正前方的是副大周居域學長 各位好 這位主席右手方的是世青的蔡小松群長 大家好 再介紹雙方便智 正方由政治大學第一單任 正方一變吳明憲 大家好 正方二變吟謙善 各位好 正方三變譚經 大家好 這次今天結辯 反方由下一大學擔任 反方一變洪孝辰 大家好 中生之外結辯 反方二變杜燕辰 大家好 反方三變李毅章 大家好 各場比賽採清智奧瑞剛四日刺激 人生論詞群結辯各四分半鐘 本期將於3分30秒時按鈴音響請示範 3分59秒4分整齒各按鈴音響請示範 4分28、29、30、10個按鈴音響請示範 屆時請台上電視音質發言 本場比賽一律有反方先行結辯 比賽即將開始請在場觀眾將手指標準 陣容或精英一邊打擾比賽進行 本場比賽現決檔 將一陣宣布比賽將影響後一分鐘開始 請示範 8分 ici 小鈴音響 1分半 1分半 3分半 1分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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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メリー 請正方一邊上台聲論 各位好,在討論問題前,我們必須了解貪污對國家的影響之大,貪污造成的地端不勝美局,其一行政不公。台北大合作政論文指出,憲法他們所言之不當連結之禁止原則,系直不在權利的作用是因應不公的。 考慮合乎事務混准的要素,倘若公務員應收受賄賂,因一己之四而此財量偏剖師,並有為憲法拘束全體行政機關,財量不應納入不參觀事務混准之介意。其次,嚴重的進都行為,導致公共資源的浪費。 舉例而言,2012年高雄和川整治工程,看似大筆的建設基金中,高達13億的資金沦為關於回扣,數億元的工廠沒有蓋成紡播體,變成鈔票任理體。其三,重大工程無法回饋於民民。 民視新聞曾報導,河川局局長出售匯款,在驗收時讓凍死大工程過關,導致曾文希的提防被帶於窗軌,民宅與廠房極其可危。 正因深知貪污之態,所以現況下制定了許多貪污防治規範。 2016年我國自主旅行聯合國反貪府公約,並設立相關制度預防植入賄賂,公務人員倫理規範也免定。 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虧贈,因與拒絕或智慧政風機構。 除此之外,2008年連接觸的設立、財產來源不明罪等之入罰等措施陸續上路,以大型貪腐為目標的政策措施不勝枚舉,總統舉措在在證明了正反雙方都因共同追求的反貪價值。 可惜的是,即便政府態度積極,卻因法規範的疏弱時的圍堵貪腐有漏網之餘。 聯合新聞報導,資產會計事務所曾對臺灣進行物件調查,有24%的財務券送完成的表示,曾被要求支付費款,高於全球平均。 行事實務判決,刑法之賄賂案行為前必須具有對待關係。 換言之,賄賂者與公務員接受禮金時,要主觀合一為特定不當行為。 反之,雙方若是親朋好友理善往來,婚喪起性的禮金,或是民眾自發性的長期匯證,並非要求公務員為特定不當行為。 與貪污並無關聯,沒有以賄賂罪相成的必要。 我方認為,以行為無對待關係,又認定無貪污請示的想法過於天真爛漫。 也有二,其一,事前匯證縱然與特定不當行為無關,一,會對公務員裁量形成巨大壓力。 中央警察大學的論文指出,警察收受匯證後,自己會覺得別人給了好處,改天有求於你的時候就不能拒絕他的心態。 食物上就有個局長在領檢時程式前通知,避免找業者麻煩。 由之可知,縱然匯證當下只是禮尚往來,但對公務員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實質上與賄賂效果並無二次。 其二,匯證只是收受賄賂的前哨。 同一份中央警大的論文調查提及,警察在收受小額匯證後,將對於自己食物的中立性開始重新自我標定。 避免覺得收取匯證問題不大,竟然減弱自證操守從惠賂生源,學理上稱為腐敗寫播。 從直信訪談來看,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指出,業者會確保龐大非法利益,往往會透過年節加熱進行匯證, 再以正常社交理解的民意麻痹個案,讓其習以為常,竟然創造更多的行為集會。 進一步的統計上也發現,100年新北市政縫處研究指出,會收受廠商的品質公務員和貪圖犯罪具有統計上的顯著相關。 顯見,賄贈與賄賂之間的關係易不可分。 除了賄贈與貪污之間的關聯,賄贈行為更會破壞人民對於公務體系的信賴。 最高凡人刑事判決提到,收匯罪之立法理由,再確保社會大眾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公正之信賴。 中正大學論文意指出,由於公權力的合法性取之於民,受權者的信賴一旦被破壞,等於直接破壞民主國家的正常性提出。 由此可知,人民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信賴確實是值得受刑罰保障的法義。 連政策105.0正民意調查報告中顯示,有高拿95%的受訪者不同意拿紅包給存辦的公務人員,顯示現況民眾反對賄贈行為。 賄贈行為的確將導致民眾對於政府的不信賴,而人民不信賴政府將對台灣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馮甲大學論文就指出,外資再投資一個國家且負責獻參考該國的貪污印象指數,因此貪污順行的國家較不容易引進資本流入,竟然降低國家競爭力。 我方制度如下,參國立法院議案文書匯證罪草案,我方主張匯證行為可處公務員三例以下有期徒刑,得病科利益金額兩倍以下罰刑。 但該匯證金額單比新台幣三圈以下,一年新台幣一萬元以下整部罰,再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或米毒氣息,三日內自動腳踏全部所得利益整部罰。 我方認為,在實施匯證罪後,將可有效減少公務員銷售賄賂或不公的行政材料。 顯見,雲克娜的說論就指出,因為雲克娜的說出論文就指出,洗牌的加重會增加貪污的成本,但經濟面的個人貪污成本效益分析以及經濟層面的賀土效效,公職人員貪污發生傾向推置下降。 請停止發言。請反方二變上台諮詢。 請出自動雲正解 movement,請和詞方解写準備下等日文獲得。 好的 小心閒上 想確認一下你們的對面 你認為說 因為性情況下的動家關係太過 remotely 所以造成許多落足之一 所以你今天涉及虧證罪是因為要補責借過往的機率 對 其實講精確一點就是 你以對家關係認定這個行為有沒有造成實害其實不足 因為我方就證明虧證罪 縱使他沒有對家關係也有可能造成實害 好 反正其實那請問一下 除了現況下你的虧證 你接受了虧證草案的論述之外 那你還有一個公司的情況之類 那是我方對製作描述嗎 對 我們製作就找那樣 就是只有增加虧證草案 那其他人 就是參著立法院一樣的虧證罪草案 然後我方的虧證罪就是 你一次不能收超過三千 然後一年統一來源不能收超過一萬 這樣子 那對於 那首先想問你一下 對於公園收錢 然後雖然沒有對家關係申請 你認為是合理的 我方覺得不合理 因為我方覺得是會有實害 我方前面就在論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有實害 你要我重唸一遍稿一次嗎 我方 你要看什麼資料 你要看什麼資料 會造成 就是收錢 沒有對家關係收錢會造成實害一次 沒有對家關係 先看這份好了 這份是在講腐敗血脫 一遍稿唸到 雖然就是在講說 中央警察大學論就指出 警察在收到虧證之後 然後因為他心理上會 逐漸 他在收到虧證的過程當中 他心理會覺得 收錢這些心理沒什麼 然後到時候 慢慢以免得收收賄賂 然後進了造成台 這是腐敗血脫的資料 那後續的狀況在 你這只是敘述沒有那個 像是統計的 有有有 在這裡 在這裡 這份資料是 新北市證縫處的資料 然後他寫說 他調查兩組 就是一組有接收匯證 一組沒有接收匯證 然後兩組在 其中一組是在逢年過節的時候 會受到廠商不有利害關係的 投贈送的禮遞 然後這一組的受測者 跟後續他們會進行 他們的統計上具有顯著關聯 對 然後你這顯著關聯 為什麼會有顯著關聯 它是看哪一個數量的 什麼什麼 看哪一個數 然後你看出顯著 他現在你就寫了嗎 就是 他問題就是這樣子 你逢年過節的時候 會受到廠商有利害關係的 什麼樣的禮遞 然後犯罪者有 犯罪者有 5.5%跟48.2% 都有接收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覺得48.2%很高 就統計上 經過國會分析之後 它顯著是性不準 沒關係等一下我們提出強烈的資料 好好 然後 那我們 那你為什麼會認為 你為什麼會認為那個 現況下 在禮方制度還是會有連證 對 對啊 那為什麼你會認為說 現況下的制度 沒辦法 沒辦法補這些東西 我幫可以舉證現況底下 在資料在台下 可以就談一下 我可以先念給你聽 就是我幫我兩份資料 第一份資料是在講說 公務人員本身自己跳出來 講說有超過五成公務人員覺得 現行的連證盧與規範沒有用 對 再來下一題一下 瓜哥 你等我一下 還有 就是說 你在 你知道你認不認同那個刑法是 道德的手段 那今天 到底說 那個 匯證到底是辦的怎樣 道德的手段 然後 因為我幫過 沒有想說 匯證到底辦的什麼 其實簡單的來講就是 看我方有沒有自證成功時代 那如果方有自證成功時代 我們就覺得該發 對 那怎麼自證成功時代 我幫一邊稿講 那些你剛剛也看過 戰分資料 就一個腐敗寫脫,然後一個統計上就有寫脫水準 那為什麼在我方制度裡,像依據比例原則,我方也有採取? 我方,你要把的東西我也放得到? 沒有啊,我方... 在這裡 我剛才念單門的資料,就是... 資料來源是,那台科技大學的措施論文 然後他寫說 公務員接受危害關係者的貴政,如果超過正常的移植標準,必須先報長官並智慧正貨機構 那有超過府城的受訪者,也是公務人員認為,不認同... 這項規定有票會成效 台上電視,請直發言,請反方議面上台爭論 請問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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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強制計時開始 對方變成世界下即便是毫無對教關係的傷害 也會依法受罰 而我方認為不應實施會政罪有無效 其根據國際透明組織於2017年平底 臺灣在180個調查國家中排名第29年 在亞洲國家中排名第4比 去年進步了兩年 再根據105年 連政民意問訣調查報告中 大部分民眾對於公務人員整體清廉評價之處 市長認為政府是清廉的 代表目前政府對於公務人員的連政及親廉評價 都有在努力維持及執行 讓臺灣民眾對於政府的連政風範是更新緣的 況且情況下就有多條法律 行政法是對於公務員親廉及連政風範之違反 其中包含刑法第4章圖之罪及貪污之罪條例中的 不違背持續受回罪 違背持續受回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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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背持續行回罪 如果違反即可能受到儲物性徒刑 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議員以下之法刑 除此之外 行政院也為維持公務員的清廉證形象 設立公務員連政如意規範 公務人員可無法 其中大量針對公務人員 對於和民眾金錢利益上的往來 進行規範 要求公務人員應自行利益迴避 如果真的無法推脫這情況下 欲有請脫官說時 應於三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的政風機構 如果違反此規範還有事態嚴懲 可見情況下 政府未有讓人民信任公務員的嚴正 對公務員設立了相當多嚴格的規定 在多條法律規範中 也看見政府對於公務員的謹慎 又我方認為在沒有追加關係的情況下 將其誤罪以違反比例原則的必要性構成要件 在法治國家中制定的法律都應付了比例原則 其中又包含了必要性原則 一起達成目的手段中 應於選擇侵害最小原則的手段來執行 而的匯政在我方世界下 即便是沒有追加關係的匯政 都會依現況下的公務員員 如理規範制定 若一個人一年在同一個來源 接受超過一萬人 就會依照行政執行法的主控 對方便有應付給舉證責任告訴我們 在沒有追加關係的情況下 為什麼可以選擇侵害最重之手段 殘惹的將其行之因法 重上我方認為 現況下台灣公務員員的連政指數 已遠超過各個國家 且我國公務員 也處處以各種規範的研究方式來維持 提升連政的情況之下 我方不認同 對方違反比例原則 請 呃 對方違反比例原則 侵害最強手段 制定匯政罪來懲戒這些 沒有追加關係的案件 一定 boleh 為此 請正方三遍上台質詢 請正方三遍上台質疏 請正方三遍上台質詢 請正方三遍上台質疑 強制基石開始 各位好 高雄你好先確認一下 林方今天就是認為我方十字匯證對之後 會產生主要問題就是違反憲法上面的比例原則 是這樣嗎 對 好 那除此之外 林方沒有要論證就是 我方偵受惠證對之後會產生任何避害法 還是你有要認證嗎 好 所以今天的問題就是 我方今天能不能通過比例原則的必要性經驗 如果能夠通過的話 我方就有改變情況需要性 那我先確定一下 就是林方今天有改變的情況嗎 還是有還是沒有 沒有 好 你沒有要改變的情況 那我先確定一下 就是你的必要性原則的意思是 如果我們能夠就是用侵害更少的手段 達到一樣的效果 你就覺得就是我方違反必要性原則 你這個意思嗎 對 好 那前 所以你要論證就是 我方違反必要性原則的前提是 就是你要證明現況底下 我們已經能夠用連證倫理規範 把我方的需要性完全限制 是這樣嗎 對 好 那請問一下 您還有任何就是公務人員 連證倫理規範的成效的資料嗎 好 所以 對方表你的意思是說 我方 你的意思是不是在質疑我方世界下的 是對方表你要證明說 你方的手段可以達到我方 是不是說 我的手段效果有沒有更好 我等一下證明 我先確定你有辦法證明 你的手段效果很好 你有辦法證明嗎 好 我先確定就是 你現在看起來是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證明 就是先換一下 連證規理規範的效果是足夠的 那我繼續往下去了 就是 你一開始舉證 要就是準備要公投我方的資料 是你覺得就是現況底下 台灣的就是貪污狀況其實已經減少了 那你的資料可以借我減證一下 就是那個29米的資料 還有你說的就是台灣民眾覺得 台灣的政府很清潔的資料 那我確定一下 就是你說的這個印象是出料 他說台灣是在所有的國家中排你29米 但是這一份資料公投我方的資料是不是不衝突嗎 因為我們的新年指數比某些國家好 不代表我們的貪污已經完全被解決了吧 對 對 那我方剛剛一面稿是不是有去證 只要告訴你 就是其實台灣的 有24%的台灣受訪者 曾經被要求支付匯款 那我是不是有證明 就是現況底下 台灣仍然存在貪污的情形 那這樣我是不是就有證明成功的需要性 那這樣我是不是就有證明成功的需要性 這裡 你看 這是那個資程外計師事務所 他發表的2018年台灣親近犯罪調查報告 他說有24%的台灣溫訣受訪者 表示曾經被要求支付匯報 那這個比例甚至是高於全球平均的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喔 這是什麼 沒有問題 這是 這會計師事務所 他的研究方法 他的參數 他找到 找的人 他研究的人到底有多少 然後 還有這些人 有性質 我知道你對我的資料有可 就是有想要質疑的地方 那你等一下又是生論的時候可以在進行拆解 我先確定就是民方跟我方的資料其實不衝突 你只有證明就是我們可能定有些國家好 但是沒有證明我們的貪汙已經完全可以解決 那我繼續往下去了 你的那一份就是民眾很清廉的資料 民眾覺得政府很清廉 那他就是沒有進歸空間嗎 嗯 沒錯 民眾當然也要認證 好 謝謝 那如果我的需要先我等一下自己核證 那我繼續往下確認 就是民方剛剛對於國防那一份 就是你接下去檢證的 現況底下五成的公務員覺得 我們的連證的每歸判 申報其實沒有用 只要你有進行任何拆解嗎 所以你剛才已經下去看了一下 那你有要進行任何拆解嗎 嗯 有 我剛剛下面放 噢好 所以你如果你現在沒有要進行拆解的話 我可以確定就是至少 有五成的受訪者覺得那個申報機制不會發揮所有 所以在我的方的世界裡 下我的方的制度 我們的功法會比申報機制更好的作用 請台上面是經濟發言 請更方便上台生日 請台上台生日 請台上台生日 各位好 上比賽的地方變有其什麼B還都不強診 只想解釋我方有沒有通過B要性原則的檢驗 那我方先確認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它放在E面的首持的時候 借下去兩份資料 第一份是告訴我們的資料提出 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就是對工人進行調查 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覺得現況下的廉政倫理規範 其實是沒有用的 在這份資料他方在一變的時候 完全沒有進行挑戰的狀況 我方認為我方已經證明成功 現況下的廉政倫理規範 其實至少有一半的工人員會覺得沒用 那再來就是我方 對方還卸下去一份資料 是我方覺得就是 我方舉證告訴大家 就是Soto Quake證 跟後續的貪圖犯罪有顯出關聯 這份資料對方也完全 沒有在一變的時候進行工訪 那對方也借下去了 那在這場狀況我方認為 我方在這個份資料也已經說明了 這個就是惠政行為 跟後續貪圖犯罪的關聯性 餘下的只是一個問題 就是我方的視度底下 就是對方問了 就是能不能達成更好的解決成效 那我方可以告訴大家的是可以 第一個是在資料上面 我方已經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刑法的威嚇效果 可以威嚇公務人員 讓他比較不敢犯罪 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我方認為第一個在邏輯上 我方已經成立論證 那第二個在資料上 我方也成功說明了 就是公務人員會害怕刑犯 而讓他比較不敢犯 貪圖犯罪 那是我方的說明 那接下來 通過對方必要性原則的檢驗 那我方往下來去說明 在為什麼 就是我們要去防圍 就是去防止 公務人員去收受貪證行為 首先在公務人收貪證行為 如果我方一面稿論證 就有兩種各種樣態 第一種是 他官單純收貪證行為 就可能造成他心理的壓力 在我方的資料就提出了 中景大論文就已經告訴大家 就是比方說 我今天有一個廠商 常常送我錢 在可能我今天要選擇 零檢對象的時候 那我就會考量到 他平常送我錢這件事情 即使我當初沒有 就是跟他達成合議 但是後面我也會感覺到 有這樣的紅包的人情壓力 我也會想要回歸對方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已經會造成公務人員的不公財糧 那這種不公財糧 小的話 可能就是我不去臨間某些場業 造成行政上的不公平 那往大的來說的話 如果在這個採購案 如果我方一片稿所說的 那種採購案 往往可能是關乎一座橋 要由哪間廠商來承包 那我們如果承高的人 比較劣質的廠商 那造成的侵害 絕對是對人民的生命 可能今天帶來垮下來 那對人民的侵害 就是他的生命 或是自由 或財產 一切蕩然無存 所以我方覺得 貪毒後續造成傷害 其實是很大的 那往下回過頭來談 就是對方說明幾分資料 要去說明好像現況下 沒有變動現況需要性的說法 有包括幾分資料 第一個是 好像人民現在就覺得 嚴正倫理規範的 就是做這件事情值得鼓勵 但這件事情跟我方是要致死不衝突 就是人民可以一邊覺得 就是政府其實不青年 也可以同時一邊覺得 使得政府改善青年的作為 是值得鼓勵 是好的 這兩件事情致死不衝突 所以在我方的需要性上 我方覺得我方是論證成功的 那往下來談 那政府如果人民不信任 政府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在我方一片島也已經舉證 告訴大家 今天人民 就是今天外國廠商來台灣投資 就是可能考量指因素 就是在考量政府 它可能在大家對政府的青年印象指數 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如果台灣政府大家都覺得不青年的話 外國外資就比較不容易進入 在這種狀況下 本身就是一種侵害 所以我方覺得 對方也沒有對這件事情進行挑戰的話 我方在這裡也成功論證成功 那在我方已經通過這張必要性 比例原則的檢視的時候 我方覺得我方已經證明完成 我方的論點 請反方三遍上臺之舉 請反方三遍上臺之舉 強制計時開始 對方便您好 首先請問對方便您的論證 我們的今天這個潰證是否造成死害 是通過那一份警證署的 就是這一份資料對吧 這是其中一份認證的資料 是說明就是街頭困證後續刊讀犯罪就有顯出現 就是新北市證貫出這一份 然後還有就是莊錦他 我們也有進行就是他進行直信的訪談調查 發現他就是 好那這份資料要介紹 你要介紹嗎 對 好 我們可以一起唸 好 就是 就是在 就是過去 交通大隊服務室 常有 就是貨運行 或機車 計程車行來請吃飯 喝酒 交朋友 晚上可能出去 希望可以針對 超在開頭當等 手下留情 那我就沒有開很難過 對一個 統計手法跟統計方式 呃這個 這份資料是用直信訪談方式去證明 就是我爹都會證後續反對是有關的 好那我希望認證一下可以讓我們檢證 呃沒問題 但我有點喜歡在台上完成檢證 呃那因為我現在想 想說的是這份資料的問題十分之大 好 呃 所以你想要說明什麼 我想要說明的就是 好你今天 同一份資料嘛 你在後面告訴我說 今天 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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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O 你 綜錚 你 真的 找到我吃飯 那我在統計上有顯著的情況 我有可能會犯罪對不對 嗯 對啊 那是不是說 我今天有 儲蓄金額 我有儲蓄這個習慣 我就會去達成那個犯罪 蛤 甚麼意思 就是 對外面ule你硬知道 也沒有把前面的資料印出來 大家 OnePlus 編후 那你媽想要自己的東西 簡單來說就是這個分析 是不是告訴你是否有儲蓄金額 然後與貪除犯罪關聯性上 均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而且我這個 是否有儲蓄金額還有89.1%和80.5% 89.1%是一般族的儲蓄金額 那犯罪族80.5% 顯著相關不一定是顯著正相關啊 所以你也要證明你的顯著是正相關 接受快證就是顯著正相關啊 為什麼你的顯著是正相關 我的顯著不是正相關 請你論證是間中的差異好不好 你看看幾個啊 第一個是 你可以在 就是這一般族裡面 就是他有接受常常匯證的靈品 他達到 就是他最後剪1的結果是大於0的 那是正相關 那小於0的話是不相關1的 是 那他的發值 他達到1的話是非常的相關 那再副1是 副1是不相關嘛 副1是高度不相關 0的話是不相關 就是0.139 那你怎麼告訴我說 他就非常有可能導致了這個匯證 就是匯證導致了這個匯證 然後再說就是你這份資料喔 你前面告訴我 P字才是他的關聯啦 就是你前面告訴我說 我是否有儲蓄金額 我都已經告訴你了 然後你說不是顯著正相關 就這一點非常不明白 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解釋 我已經解釋完了 就是看同一資料問題 就是簡單來說 今天你一個 我今天80%有儲蓄的人 我也是犯罪組跟一般組的比較 那你為什麼可以認為說 我的比較不是比較 而你的比較是比較 而且是同一份資料 沒有阿 你的比較也是比較阿 所以說你今天是不是承認 有儲蓄金額就會造成賄賂 有80點欠罰他的 其實是越沒有儲蓄金額的人 越容易犯罪而說 事實上他這也是 就是超過80 那我方的資料後面 東林當然也進一步去解釋 就是在這個解釋上 就聽過關係了 那在這份資料上 我們可以下一個小節 就是你的 打筒 請台上面是 請指發言 請反方外面上台聲論 謝謝 強制計時開始 強制計時開始 各位好 今天呢 那個 反方提出的這份資料 我可以解釋一下 這份資料 他在後面 因為反方只有印前面 他告訴我說 他告訴我說 那個 他告訴我說 逢年過節會收到廠商有厲害的產品 那犯罪組的跟一般組的比較 一個是34.2% 一個是42.2% 差了十幾% 然後再另外一個是 你是否招待 就是曾被招待過打高的呼吸 一般組是18.9% 犯罪組是48.2% 這雖然有高了一點 但是問題今天不是在這 因為今天這份資料有看過 他在後面的有一個標準差分 所以做得對 他說 他這資料裡面的5系數 就會等於那個佩合生的R的值 大家都用過ECL 那R的值就是 在那個ECL線性領合之後的RV棒值 那像這裡 R的值的區間 他有說是從1到負1 那像他這裡 逢年過節 像剛才那個 逢年過節 有廠商或者利害關係送禮物 是 那相關性只有0.13群 那0.39就是正好在1跟負1之間是0 那沒有差多少 然後另外一個 曾被招待遲半所有打高的呼吸 所以有0.311 他也跟1有一點差距 所以我方認為他這個資料是不太可以參考的 那再來的話 我今天想要問反方的部分是說 因為每一個我們都知道 因為每一個刑法 他都背後都有保護他的法 那我想問反方的那個 反方說 你今天定了佩證罪這個刑法 到底要保護的法義是甚麼 還有你接下來 你能解決的問題 你能比我們多了多少 他這點還沒提出說明 還有剛才他舉證說 像是警察人員收了一些錢 那收了 他到底是收了多少的錢 讓他有人情壓力 我希望他對我們提出說明 你的資料到時怎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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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政幫醫院上台之旅 先問是 從沒有你剛剛 你剛才上面有發了 你不然有從我這邊 拿走一份重啟大學的 你可以請你幫我拿上來嗎 因為我現在指令要用 所以我現在指令要用 你不明白 你為何那麼先確認一下 你幫剛才講的那個 處理技能和後續貪污行為 又有險度水準 然後你幫是不是質疑我 前面的收受虧證 跟後續貪污也有險度水準 所以你怎麼覺得這個類比 一下 險度水準是否只要這麼有 沒有 然後就這兩者都有顯著垂存 可是一方就有儲蓄金額不改法 然後客人行為改法暫時性很不合理 對不對 就是兩者都有顯著垂存的狀況底下 你就是儲蓄金額這件事你不改法 可是客人行為改法這件事你很奇怪對不對 對 那所以我幫後續不是有這份終極大論文告訴你說 在英國關係的推論上面 我幫哪個終極大論文告訴你說 在接受客人的人上面 他們為什麼會後續裡面的貪污行為 這兩者先是有英國關係的 然後就拿腐敗寫破告訴你 他接受虧證之後 他對於自我的認定重新標的 然後對於自我接受的機能 可以變得越來越大 然後到處變成賄賂金的難度 沒有錯吧 在英國關係的論證上面 我方至少拿出這一份只要告訴你 所以結合跟剛才的顯著垂存上 統計上有顯著垂存 而且英國關係也同樣可以告訴你 你不是討論說你統計上沒有顯著垂存 不是 我方拿現在講這份告訴你 一切按照遠方的說法 可能只有顯著垂存可能看不出來有可罰性 可是我方讀了一份英國關係的圖倫告訴你 所以我方可罰性上 後續的十一 後續的十一不是就告訴你嗎 就有警察告訴你說 他接受虧證之後 然後他會放鬆零減 然後零減盡量少零減嘛 你正想嘛對不對 能跳就跳 但是到底是從什麼方式接受虧證 是不是可以罰他 呃不是 就是他講的 不是不是你方是要講虧證 零方可以罰的東西是有對價的關係的 然後這份照告訴你就是他在事情就是送錢可以警察 可是未免要求他做任何事情 然後警察就會自己因為平常都一直受到這個人的虧證之後 他自己不用他要求他做任何事情 那我問你他是在 欸不是 那個就是說 他如果是在那個 在我們連鎮輪體規範裡面的容許犯法 那他當然 對所以在解決的路證上面 我方是有提出一份資料告訴你說 目前有超過五成多人 你覺得這證明完全沒有用 而且在解決的違和上面 我方已經證明什麼高財財財財的違和效果比性能反而更好 可是我不懂 因為我方就是認為說現況下是良善的 那你去調查現況下大多數是良善的 所以重點來了 你方有沒有資料可以證明 現況底下公共連鎮輪體規範是有用的 就是 有嗎 不是我還沒講完就是 剛剛沒有你先舉證 現況底下公共連鎮輪體規範是有用的 我方已經舉證告訴你就超過五成沒有用 然後 他只是說他認為沒有用 並不是說實際是有用 不然銘鎮輪體規範目前有用 沒有我要可以透過另外一種方式告訴你 就是說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排名二十九算是世界上還前面 不是我在問你連鎮輪體規範有用 對 我還沒講完就是我們那個 連鎮輪體規範普遍都是青年 那你去調查 你這份是要守折時候採查 這份是要守折時候採查 我在問你連鎮輪體規範有用的資料在哪裡 銘鎮輪體規範就有現況良善了 那現況良善的舉證在哪裡 就是這一個貪腐 我在問你就是 在警察的這個個案當中 我事前一直送錢給你 我沒有要求你做任何事情 沒有對價的關係 在現況底下是罰不到的 那為什麼認為沒有對價關係就一定要 所以我方後續不是告訴你 他後續會做出不公正的行政材料嗎 可是你怎麼確定是因為那個所以才 他自己講的啊 他自己講的 他自己講的 那他到底是受到負責 金額不重要 重點是他收到譴責的時候 會受到不公正 會做出不公正的行政材料 這件事情 你方到底有沒有資料可以相扛 就目前這種事情 在你方世界底下也可以抓得到 有嗎 應該沒有吧 因為沒有對價關係 沒有錯吧 對好 至少再需要新的介入 在我方認為就是 沒有對價關係就是不該法 縱使有實害也不該法 縱使有 縱使有實害也不該法 你方的態度會是這樣嗎 可是 就沒辦法說出到底是 是因為 這個沒有 因為他送錢 有造成這個死害 什麼意思 我方不就告訴你 因為他送錢 他就做出不公正的行政材料 你方還有什麼問題 然後後續 一篇稿中 我方第二塊錄點是告訴你說 送錢給公務員這個行政 會傷害民眾 對於公務員體系的信難 你方有聽到這個論點吧 送錢給公務員 對 會讓民眾對於公 那沒有信難之後呢 我方後續不就告訴你說 在信他簡直說 會知道你們或是不願意投入 好不好 好 謝謝長官 警察上面是禮止發言 請正方三變上台聲論 大家好 那先明確一下 就是今天反方同學 在一變的時候提出 給我們一個判準 他們的判準是 憲法當中的立條性原則 他們覺得就是 如果他們今天可以用 比現況 比我們制度侵害更小的規範 達成一樣的效果 他們就認為 我們沒有支持這個規範的正常性 但是首先就是 對方沒有 從頭到尾到底有沒有證明 就是現況底下的規範是有用的 然後並且可以解決 我方剛剛所有提出的問題 都要沒有是一份資料都沒有舉證 都要衝擊一樣 只有就是一些很概率性的資料說 就是他們覺得 好像台灣的那個 新年指數很棒 或是台灣其實貪污的防治工作做得很好 但是那幾份資料 剛剛我方都拆解過 並且就是這幾份資料 他其實也沒有正對 都要沒有今天最想要論證的 公務人員連正倫理規範 反倒是我方有相看的資料說明 就是其實公務人員連正倫理規範 有古城的公務員表示 就是他其實是沒有用處的 所以我方覺得就是整體來講 我方已經可以證明成功 現況底下的規範 其實對於就是規範公務員的 送禮規證行為是沒有意義的 好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會是 我方在論證就是自己的需要性 跟解決定的時候 被Doambeau就是 Doambeau對我方產生了一些質疑 那這些質疑我方覺得其實問題 是根源於就是Doambeau對我方的論證有所誤會 因為我方今天的論證其實不是說 就是因為規證行為會導致後續的賄賂 所以我們才覺得要提前觸發他的規證行為 而是規證行為本身就具有可罰性 這個後面要講就是 就是規證行為跟那個賄賂行為 由統計上的顯著相關 跟就是他可能會因此而 那個修越來越多的賄賂 其實只是想要告訴大家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在公務員他們發生這種 就是小小的不公正的時候 沒有先阻止他的話 他以後可能就會演變成更嚴重的狀況 當演變成更嚴重的狀況的時候 我當然知道Doambeau的世界女才 也有賄賂罪可以做主吧 但是這種時候對於人民的權益的心態 就很明顯是更大 如果我們可以提早預防的話 那對於人民的保障相對來可能更充足 我方覺得就是在這邊正本雙方的差異 所以解決完這個問題之後 我方覺得就是Doambeau所提出的 就是那個新北市正方出的資料 就是我方內論知道我方前面就是也有看過 就是我也知道就是有一些 比方說儲蓄金額之類的個人特質 是跟就是那個他的貪圖犯罪 可能會具有就是統計上面的顯著觀點 但是問題是就是如果我方今天證明的事情是 就是會證行為本身就具有可罰性的話 好那儲蓄金額到底會不會導致後續的貪圖行為 其實就跟我方的論證其實是完全錯誤 所以我方覺得就是這個檢證對於我方來說是不重要的 好那所以我方覺得就是今天真正的問題是 就是到底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覺得 就是貪圖行為對於一個國家來講 會產生這麼嚴重的傷害 我方前面依便稿的時候舉證過很多 就是我方想要告訴大家的事情是 就是其實對於就是那個一個民主國家的民眾來說 就是公務員他們在當那個什麼 公務員他們在就是進行行政裁量的時候 如果他們做了不公平的裁量 然後在裁量的時候考慮到 就是他們曾經收受這個禮物的人情壓力 其實對於就是我們的人民本身就是非常不公平的對待 因為我每一個人民就是對就是國家理論上 就是對我們每一個人民都要有就是公平公正的對待 因為我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就是授權給國家 這個國家少後平主的正當性 所以如果就是今天你違反了這個公平原則 像這個就是我們行政裁量的時候 有一些不當的連結的話其實就等於是否定了 就是我們這個國家當初成立的目的 那往下我方想要進一步告訴大家的是 就是那個具體的行為要胎是會長怎樣 我方剛剛其實議面的時候有舉證過 就是比方說警察他們可能會在那個就是領檢的時候 他們選擇比較少許或是事先通知那些 就是曾經有送禮物給他們的就是八大場所的老闆 或者是我方這也可以舉證出另外一份就是 行政院國家特殊委員會的資料告訴大家 就是其實很多就是公務員他們會利用 用一種就是很隱晦的方式 他們在做那個就是可能發公文之類的時候 他們就是會弄得特別慢 慢到就是他雖然可能沒有達到就是法定的預期 但是他會慢到就是讓民眾忍不住想說 師傅我今天沒有送他禮物 他才會就是這麼想要託欠我們公文的時候 這些公務員他們就可以因此的收到快單 但這個快單被很多時候就是他也沒有主動跟民眾 要是民眾主動給他他就因此呢就是羞臭下來 那也因此做出了不公正的裁量的時候 我方覺得就是對於這些民眾來講就是小小制 就是我們今天在面對國家的時候 國家理論上就是要幫 理論上就是要給我公平的對待 那我之後都沒有得到公平的對待 對我來說本身就是有心態大致 就是如果面對到像是國方第一篇稿 我剛剛講說就是不管公共工程也好 還是就是警察在臨檢八大場所的時候 他的臨檢是為了要維護社會秩序 那我方對於人民的權益的保障起來是更好 謝謝 請反方一遍上臺之群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各位公姐 你好 請確認一下您剛剛剛才的說法 就是說 潰陣其實他本身就具有可罰性 對 更可能他之後會導致跟你這種賄弱 對 好 那這邊先確認一下您剛剛說 潰陣有可罰性的案例是說 什麼警察局長受領 然後就很會不領檢這樣 知道嗎 對 就是他平常常常就是民眾情他是牛肉麵 或是把我一個大陸包給他 那他就是等到他自己 那我請問一下這方面喔 如果今天這件事情 對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可以受到公務人員倫理 倫理規範所規範的 法條上有寫但是實際上沒有效果 實際上有沒有效果 就我方來告訴你 就是說 其實公務人員倫理規範 最重可以罰到 最重可以罰到格職 那如果今天警察局長 因為這個不領檢的事情 我方剛剛的資料是告訴你 就是因為今天公務人員 就是你要透過一個申報的機制 然後讓那個就是你的上級 主管警官跟政風處知道 就是你要做這個規證 所以對方沒有你要告訴我說 現在申報機制不足嗎 那請你幫我舉證 對 我的意思是 我剛剛不是一直在舉證嗎 就是你拿下去檢證很多的這個資料 他說申報機制 他說申報機制沒有發揮效能的 然後肯定的人只有10% 然後超過50%的人不認同 那我方想要說明的事情是 就是他們之所以會不去申報 就是因為其實事實上查處的情況不是很好 所以他們就算不申報 人家也不會發現他們有受規證 好 那這邊再繼續好 就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就繼續往下去講說 就算是這樣子 他不靈檢這件事情 他會造成什麼嚴重的禍工嗎 需要成立刑法這麼嚴重的罪行 我方剛的說明示 就是因為靈檢是今天我們可能針對一些 就是比較容易產 撥場犯罪場所 比較多八大行業 那裡面可能會有一些人口販運 或者是杜婆 或者是性交易的情況產生 有這種事情嗎 有這種資料嗎 你說 我的資料 說那些場所會 會有人口販運這件事情 沒有 就是現況底下之所以就是 我們對於那些場所的靈檢次數要特別 就是因為我覺得 林邦對於這些場所他的偏見 這是林邦沒有實際的資料告訴我 所以他對於這些場所的 沒有靈檢 所以你覺得警察沒有靈檢 警察需要靈檢 但是他不靈檢這件事情 會造成後果有多嚴重 林邦給我示範 我現在是 不好意思 我翻一下 你等我一下 你看就是他說就是裡面 可能就會有一些失常 但是失常的話 他可能有一些 就是 他就算是制圓 我們現在性交易也違法 他如果不是制圓的話 那就是人口販運 那我們就必須要去拯救 那些可能性中 其實這邊有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就是說對方你一直舉出來的案例 都只有 像這種警察局長 或是這種虧證 他造成的 他造成的後果 都只有個案 像這個 而且林邦的資料 最終一份就是警察局長 他警察 警察這件事情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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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只是一位警察 如果他是特殊個案呢 不是啦 我剛剛有主證 另外一份資料是 就是 這一份是那個 他說建築管理科 這個科比 就是他們是一個比較大的群體 他們有一個漏規 就是他們會 那個把案件拖得很慢 然後這個熟明之後就會覺得 啊我好像沒一點錢 我們才能夠 嗯 就是他說那個 如果 有得到快單費的話 就會有 有什麼問題 跟你一次講好 馬上辦好 那如果沒有這個費用的話 他就會一直拖 然後不一次告訴你 就是到底缺少什麼文件 那這種時候 民眾可能就會感受到 那種無形的壓力 覺得覺得好像要包一點紅包 給你 那我的事好像會辦得比較快 但是這種狀況 他們因為沒有 就是公務員沒有明確說 就是 你今天給我的錢 我就會幫你加快 那個行政的流程 所以他其實是沒有辦法 跟現況你要匯入 所以認定有對價關係 所以你方認為這種一千到兩千塊 就 這件事情就應該用刑法這種 約束人的行為 人的行為自由 這件事情去刑罰 嗯 所以你是 你是覺得就是 他們讓個別人民 守到不公平對待很重要 你這個意思嗎 沒有 其實我方一直說 你方剛才你舉出的 非常之量 其實在我方的公務人員 在倫理規範之下 可以 也是可以成立去 不是啦 重點不是他們 對 然後 這件事 請指發言 請廣告上面 上台 分論 好 挺 挺 詞曲 曲 李宗盛 簡單來解釋一下今天正方的架構 他們今天的架構是建立在 今天我的虧證罪它不會 它造成的食害也就導致了 對方沒有後續所說明的一系列貪污 對國家影響之大 對方沒有是想藉由虧證罪造成的食害 來論證這一系列的東西 但就我方認為對方沒有兩個資料 一個是我們已經拆解過的那一份 正方出的那一份資料 那對方沒有一直固執地認為 就是統計上答顯出水準 那我都可以拿來使用 好 對方沒有後續指出的那一份 因果關係的資料 事實上因果關係的資料也只是一個 甚至我不知道是幾份 就是幾個人的警察 他做出了一個反彈說 我覺得可能這個貪腐 就是我覺得這個虧證可能造成後續的貪腐 那接下來呢 對方沒有質疑我方的一個東西是 其實對方沒有我沒有注意到的一點是 對方沒有今天一直在質疑廉政倫理規範 好 今天我可能可以承認廉政倫理規範 是不足以讓我國的現況的貪腐 有這些進步 有這些發展 有這些良善的情況 但是我國並不是只 單單靠一個廉政倫理規範 就維持了我國的聯名的形象 但在對方沒有對我們資料拆解是這樣子的 他說我覺得在180個國家裡面排名29啊 我不知道彼得是誰 我不知道我跟以前有沒有進步 好 事實上就是我們在2016年得分是61 那在接下來的評比中得分進步 易進步了3分還是4分 就是到了63進步了2分 那就進步了兩個排名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從中發現 我們是持續在進步的 通過了我們一系列的規範 比如公務員服務法 還有我們一系列貪污自罪條例 事實上對方便偶其實沒有辦法證明說 這個法律是存在著一個很大的漏洞 畢竟對方便偶一個實例都沒有為我們舉出來過 就是對方便偶今天沒有告訴我 有什麼什麼案件是可以因應在他的 潰陣罪下成立的 或者說我們的潰陣罪是為了抓什麼東西而成立的 對方便偶就經理說 喔 潰陣可能有實害 可是對方便偶論證的是我今天潰陣到底可以抓到什麼 那在接下來對方便偶還有一個制度上的問題就是 對方便偶今天參照連政倫理規範 訂出了這個3000到1萬元 而對方便偶並不是真正照著那份草案去訂3萬元的 那對方便偶這用意在哪裡 他的用意在於今天他的3000元和1萬元恰恰好是連政倫理規範的 這個3000到1萬元 好 對方便偶說他沒有要變動 就是沒有要變動這個連政倫理規範 可是他又依照連政倫理規範去做出一個這個條例 就是這個刑法 可是對方便偶沒有為我們解釋的是今天這個刑法3000到1萬 那在兩個制度並行的情況下 我究竟應該如何去約束我的公務員 或者說如何去管理這些兩個條文下的刑責 那在接下來對方便偶質疑我方的比例原則的問題 好 對方便偶給出的說法是這樣了 對方便偶他就認為現況下他沒有其他的手段 就是他覺得虧真追就是唯一的手段 那事實上比例原則的第二個最少侵害原則 就是在我們有許多的手段去限制一個東西的時候 今天我們要限制的是什麼 限制的是貪腐 是我們的虧度這個問題 那我們事實上有很多手段 而我方選擇了其中侵害較小的一種 也就是手段較為溫和的一種 在對方便偶沒有證明我國現況非常之糟 我國有非常多的貪腐案例 並且可以用這個饋證罪來去做一個煩惱的舉動 那對方便偶是不能夠這樣子說明 今天他們的饋證罪就有那麼大的解決力 可以去解決我國的這個不存在的貪腐 請問自己發言警政貓店 上台主 您好 莫子的 我都確認了一件事情 妳方也覺得貪腎不好 因為妳方嚴正典阪 違反解定定 就是禁止貪腎行為 我方態度是這樣的 我方認為它是一個觀感上不好的行為 但它並沒有對錯之分 我先確認第一件事情是 您方也覺得 匯證行為會造成人民對政府的觀感不好 對不對 對 觀感不好 好 先確認第一個 那第二個 我方前面是不是有論證個案 我收受匯證 我後續就有可能知道你不公正的材料 我個案這樣制造就對了 對方沒有在這因果是用警察那份資料 而警察那份資料是一個主觀上的說明 我方確認那個個案他收受了匯證 然後那個個案的警察 在民方前面檢證的時候 也發現他其實就是覺得自己收了匯證之後 就比想要... 好 那個警察代表了台灣兩千三百萬的... 沒關係 我先確認有個案就好 那有一個是個案 沒關係 先確認匯證會有不好的... 可能會有... 民方也覺得不好的後裸就好 那接下來第二個 民方到底... 民方整體正常比賽有沒有要舉證 現況下的連證骨領規範 去處罰匯證行為是有效的 呃...我方認為是這個樣子的 民方直觀上覺得有效 還是民方其實也不太確定他有沒有效 我方認為他有效是在於他... 我們一系列的條規則存在的情況下 單就匯證行為的減少上面 民方的制度有沒有效果 民方覺得民方現況的制度... 民方有沒有資料去論證現況下的制度 已經有足夠的效果 民方覺得可以了 可是對外面也沒有... 好 先確認民方沒有資料 那剛剛民方很多人檢證還記得要去檢證了 我方的資料已經顯示有50%的公務人員 認為現況連認證規範沒有效果 我方承認這個東西 就是他有50%認爲沒有效果 但是不代表他跟其他的一系列的行政法搭配在一起 我方去確認一下 其他的行政法哪些可以規範到規證行為 公務員服務法還有其他的... 公公人員服務法有效果 民方有要舉證嗎? 其實我覺得是對外面也沒有 您應該要為我們舉證出... 我方你舉證用刑政法的相見沒有效果 現況下我們是很有問題的 就是在這些條例下是很有問題的... 我方往下確認下一個問題 我方的... 我方是不是... 至少我剛剛在邏輯上可以推論告訴你 再使用刑法來... 就用比較重的刑法來處罰 就是會證行為會比較有效果 邏輯上可以成立吧 我知道刑法當然比刑政法有大的傷害 可是就比例原則而言 對方沒有... 我方先確認用刑法能比較... 可以比較有效的減少虧證行為 我方確認到這裡就好 那我往下再確認您方... 您方沒有要證任何避害對不對 那在我方前面已經... 什麼...什麼避害... 你剛剛沒有長相證嘛 反正您方只是檢視我方有沒有論證成功利益 有沒有通過必要性原則的檢視 那在我方前面已經說明了 我方的制度比較能減少虧證行為 同時減少虧證行為 可以讓政府變得... 再至少在個案上更公正 或是讓人民對政府的印象變好 您方有要... 您方也沒有要力反駁 那我方覺得我方已經論證成功了啦 謝謝 第一階段的比賽到此結束 我們期待的宣布比賽將於領響後 三分鐘開始結束 十分比喘 對張高欣貢 我們奇怪也在做 HA不及後 一日是 吩咐 lou 他們不到了 比喘 一日不是 只想違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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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想要去保护的东西 也没有很清楚地去证明出来 然后对方举出一个案件说 台湾的外资就是当一个国家贪腐的情况越严重的时候 外资就越不容易进来 但是对方并没有论证说台湾的贪腐情况有达到那种程度 而且我方其实也有提出资料说台湾的清廉程度其实是逐年在上升 而且在国际中的排名也是前面的而且在国际中的排名也是前面的所以其实对方对方这方面想要讲的事情根本就没有达成 然后其实对方对方说的所谓这个接受溃症之后会导致的这个所谓贿落这件事情他提出的相关系数就是在那份资料里面提出来他的相关程度就其实只有超过一半一点点那其实这件事情他可能超过一半的 可是这件事情他真的就是先如果他真的成立的话到底会有多严重以及他是否真的会成立 还有对方刚才说的是也有举出一个个案说警察局长 警察局长认为受这个溃症警察他可能受这个溃症之后之后会继续就是习以为常之后可能会变成就是接受一些更多的钱变成一些贪污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很主观的论述然后其实在我方的世界下并不太能接受这种可能是个案的特别利益 对方其实想要一直论证说是溃症这件事情他本身造成的伤害就是可能会是这个公务人员他收了钱之后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人情压力 进而去行使一些可能他们认为不法行为但是我方认为说对方电影一直没有举证出来说这个钱的数额到底是多少 然后他会造成人情压力又是多严重 再来这个人情压力是否真的会是否真的会去影响到多是否真的会让他去违背一个法条这件事情 对方其实全部都没有论证 再来就是我方认为我方认为在在在我方世界下只用这个所谓的公人员伦理规范 这种行政法能力去惩罚会参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方认为他这件事情无关对错 他只是一个可能人民对于直观商业会来来说是一个观感方面不佳 所以我方认为这件事情 但是但是对方想要 请台上面是禁止发言请政方上台做节 大家好 这又没有前面的时候想要跟我方谈法义的概念 那什么叫法义呢 我方其实今天针对会证行为想要保护的法义 跟对方没有现况其他一些可能的贿赌罪其实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觉得贿赌罪是一个应该要入刑法处罚的罪 就是因为贿赌罪在行贿者跟收贿者之间谈产的对价关系 会破坏就是政府在执行职务的公正性 可以让某些特定人藉由就是支付对价来让政府的公务员土地他 那进一步来讲就是如果今天那个大部分的政府官员都因为降而 就是在执行职务裁量的时候失去公平公正的原则的时候 就会进一步的导致就是我们人民没有办法信任 今天我们的政府体制他是有能力使我们得到公平的对待 这个信任的上司就会进一步导致就是我方刚所说的 不管是我们内部行政政策推行的务力会导致人民的权益受损也好 还是我们在对于就是对外的青年形象上面 如果没有好好保持的话会导致进一步就是我们无法吸引外资 整体国家的经济效能下降也好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现况底下就是 恢复最大却想要保护的那个目的之一 所以我方觉得就是如果都要不要接也同意 那你也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就是为什么 就是在也有公务人员连政策推规范的情况下 我所肯认的这些利益就觉得不值得保障的时候 我方就觉得今天我方已经认证成功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保障 对为什么我们需要就是把认证性维护最后 好那对方贝友就是后续的攻防其实都一直就是 停留在一些就是挑剔我方的举证 那虽然这个挑剔的动作我方觉得其实可以少一点出来 因为你在结辉的时候才就是讲 我实在是很难跟你做就是交互的解证 但我方觉得就是我方至少已经在逻辑上面说明成功 就是对于当事人来讲困难行为会造成他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产生莫大的人性压力 而且实际上我们也有就是不管是见那个工程管理科的例子也好 还是那个警察的例子也好就是领检跟就是要升办公文 其实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会 不日常生活中就是他们那个工作的时候会常常需要 执行的职务行为 那当这种职务行为都可能会受到就是溃震的影响的时候 我方就觉得我方已经认证成功就是这个行为 其实是我们现况底下在溃震的时候通常会出现的典型反应 所以我方觉得就是今天如果我方在这边已经论证成功的话 都要没有那些就是挑剔我当然知道我就是我没有统计资料 我可以说明就是现况底下有多少的人在溃震 然后有多少的溃震行为它实际上导致不公正的材料 就是这些资料我只能用个案跟罗基来说服你就是这其中 它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明确的观点性的 那虽然我没有这方面知道 但我觉得你没有任何的反正告诉大家就是其实公务员他们在做材料的时候 他们其实不会考虑那个礼物的人情压力 跟就是你也没有任何的材料告诉大家就是为什么就是 你觉得溃震行为或者是说你所谓的对人民莫大的心态 在现况底下是一个值得被保障利益的时候 我方就觉得就是基于现况底下我们也同意 贿赂罪跟整个贪图罪当所要保护的法义 在溃震罪的情况底下也同样适用的就是这个这个前提底下 我们就认为我们有增测溃震罪的必要性 所以我方觉得就是在都没有今天就是既没有证明成功任何实态 然后又没有在他们自己提出的必要性原则的判断上面 论证成功的前提底下我方就觉得我方应该要真正贵的嘴 谢谢 谢谢 比赛大使高一大落在欣赏完精彩比赛后让我来欣赏更精彩的裁判奖金 首先有请主席正前方的周俊玉学长为我们讲一遍 马上各位大家好 那这场比赛我就直接讲 正方的前段一样去说明你觉得现况底下的论坛 我其实对于来说是不能认受 原意来有几个一个也有违反 那边见 或者是可能大家对于公务体系的要求 然后会有什么防备工厂 或是像什么真问系练工厂会有放损的情况 然后造成 还会有一些损失这样子 那后面去讲的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讲说事前的亏证也要造成 就是会被压力及慢慢对价 第二个是收亏证收习惯的时候 你就会自我降低 这个自我要求标准 就可能就会 对于收起这些事前结束会有 第三个就是很影响 它会影响你等于对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正方这样的处理模式就 相较来讲比较蛮一般的 但我觉得一般跑路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前段所说的那些 你觉得贪污很可怕的事情 跟你后段所说 亏证造成效果 它本身都很聚明 那这件事情是 如果你使用的套路长的样子 就是原罪就是这个 就一定会有这个情况 那就端刊怎么处理 因为就像你们后面去说明 亏证的可乏性 就其实就心理小偶 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 亏证可乏性是长这样 那前面根本你其实也不太需要 那个误会 就是你所为贪污很恐怖的那种情况 你就直接讲亏证的内容就好 为什么要讲前面那部分 那因为直观上面 我个人感受 就会觉得是 前段那个恐怖的 跟亏证会造成的效果 毕竟是有段距离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 比较接近是个人喜好问题 所以对比赛来讲影响很大 就我觉得这方在于 这个部分来讲 都很常会有这样的处理 那我觉得啦 就假设今天在前段那个部分 是有反方上来跟你确认说 你所做的效果 是长前面那样 还说其实也还好 你的资料就没有支撑到这个程度 还前面那部分 后来都以 现有的 这个贪污的治罪的条例 就有办法去做处理 那我觉得 对于这段方来讲 结论性上面会有一个蛮大的 因为你就必须要重新整理说 没有没有 我想讲效果都长这样子了 我觉得会这样子的问题 那剩下就还好 又我觉得 比较偏向我个人喜好问题 其实问题不当 那 款方法的话我觉得其实 我就只说啦 很明显经验稍微少一些 但我觉得今天采用的这个 策略模式也没有到不能用 但我觉得你要用比例原则 就不要只用BL 应该整套拿出来做 因为整套拿出来做的情况 才有办法让你在比赛当中 有效的去检视他整个制度 有没有合物 对于他应该要 入刑法的要求 例如说像你们就有很多的 环节 你们也没有确定说到底他的目的是 就是我觉得比例原则反正他先确定 你有一个合法的目的 我们应该追求目的 再讨论目的手段或连接 再讨论 是不是最小亲爱手段 最后再讨论这手段 是不是李大利 我觉得用这样的模式 其实本来执政性命题的比赛 就长得非常像 比例原则要做事情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用 也不用特别提必要性 尤其你们的必要性拿出来 也只是可能必要性 听起来是比较好在辩论场上操作 处理 比较好操作跟说明 但是事实上 我觉得整套的处理模式 这个情况底下差有办法 让你们在对点上面会比较轻松 尤其必要性你们的处理模式 也不是把他拿出来适用 因为通常像我个人之前使用 比例原则的时候 必要性我一定会先 找出一个真的损害比较小的手段 再去逼问正方 为什么你不做这个 就你至少要去 要行诉一个类似的手段 当然你们今天的模式 看起来好像要用文明文 其实你们也没有要用文明文 要做比较 你们其实在这比赛没有去说明另外一个 手段是你觉得侵害比较小 你只是说 他今天用了一个侵害比较大的手段 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但这件事情跟必要性的检视 这我个人理解是不一样的 那必要性的检视的 至少 应该是要你要先确定说 你先确定他的目的 那他这个目的的同等效果 的情况底下 你应该要做 就要选择最小侵害手段 那所以你要得先确定他的效果 长成这样 因为他就觉得现在不够 那通常反方这时候可能会 稍微有点变动 就说那不然我增涉什么什么好不好 或是我加重现有的条款 好不好 用这种模式去逼问正方 这样子够不够 如果够的话 那就好 那因为正方今天的情况 他也是只能跟你说 他效果比你好 那你就 必要性这个情况 因为是他损害一定比较大 因为效果比较大 副作用比较大 真的听起来好像蛮合理的 那必要性的就是在说明 这个时候你不能当然 就是 在你的 就是你 应该说 从我讲 你要想出一个损害 比较小的手段 那就逼问正方 为什么不使用这个 才有办法进行后续讨论 否则你单纯就是在说 你选用了一个效果比较强 但是副作用比较大的手段 所以从他来说 他就说OK啊 就没有任何的比较对象 所以我觉得 在 雖然一开始就有提比较的必要性原则 但是我觉得 在反方今天操作里面 是没有这个内涵的 就是你没有把这个 说明义务加注到正方头上 因为对他来讲 他只要跟你说 没有我就要做这件事情 我这个手段有什么不好 这样就可以了 那使用必要性 就必须得 你要拿出这个 另外一个损害表小说 那过程当中就进行了很多的检证 那包含是就是 我觉得 在中间的时候 有一个是确定正方的资料 而对正方来说 就一定是有 有所准备在于 溃震的那些延伸效果做说明 那基本上也 举证跟防守上面 我个人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那就会变成是 反方一开始所提的 第一个部分是 就是你要去讲说公务员清廉的形象 已经是有上升 但这件事情在正方手持的时候 就有做处理 他觉得这个不从 就是连续是有要进步 但可能还低于平均 所以不要改善这两个事 那所以说这个很尴尬 就反方今天所处理的这个套路的内容 基本上不太有什么具体成立的东西 就是在 当然你要使用 远远的就是接近纯检式的模式也可以 没有不行 但我觉得今天的处理模式是没有 没有使用到比例原则的效果 因为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觉得在实用上面 应该是你要把 可能你们知道比例原则 但我觉得可能要去 甚至有可能要去找一下大家 就是比例原则考试的题目 去看一下大家 在使用比例原则的时候 通常使用怎样的模式 或者是说去查比例原则 再更深入一些 例如在各个的市制里面 大法官使用比例原则 可能就是因为必要性的关系 去宣告危险的那些案例 去确认实务上面我们在针对 尤其最好是刑事 的这个法条里面 我们对于刑事的法 法规当中的比例原则要求 跟适用大概长什么样子 比例原则通常会怎么样解释 去确定今天你对这种要求 要到怎么样的程度 因为只要你没有适用 或者是提出一个可 就是一个比较基准的话 听起来就是你always 在要求正方再多做说明 那这件事情的成性效果 就会很差 因为我不知道理由 就是你的医药性的说法就是 你可以选用最小侵害的手段 那正方就会问你说 那你是觉得现状解释就够了吗 你就说 它们举证就说论理规范 本身效果不够 你说也许大家其他的会有用 但我要的 应该说比例原则上面 医药性说明 要求的就是你要说其他有用的手段的 发生效果的情况 你知道吗 回头说根本不需要这种东西 那为什么我刚刚说 通常反馆的时候会做变动 因为正方一定会对于现状的制度做准备 所以他的资料里面就是 涨的现状已经有的制度里面 产生的效果 就是 就是你们想要讲的事情是 行政法本身就已经有他的效果 在或其他的看法法 会跟他在一起做combo 其实也许就对会认真事情 是有潜质 或对于他们在意的那一个 后续效果是要做潜质 但问题就是 那个都在正方举证的时候 就已经说明 他是立即在现状所有制度的情况底下 是真的状况 所以如果他们有办法说明 有一个不能忍受的情况的时候 那就已经包着你们所说的 所有有效的制度在里面 因为那都是现状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 通常如果是以操作比例原则当中 必要性原则的话 我个人就我自己以前使用经验 就我比较建议是你要多想一个新的手段 去跟正方的 就是增设罪的这个手段去做比较 会来的比较好 所以基于这样子的理由 我就后面都判了完 都能够给证罚 因为我觉得反方今天呈现的 对我来说呈现的两个部分 第一个非常快的消失 工业的那个清廉形象 是有上升的 这件事情是很快的消失 那也本身如果想不冲突嘛 那第二个部分是现状底下的那个 倫理规范 你觉得你们觉得 要想用利用这件事情去处理必要性 我觉得就有一段距离 就要跟他讲一个情况 就我觉得 通常就我个人经验使用 必要性格做检视的时候 你未必自己要变动制 但是你要去跟正方确认说 如果我想出了一个 侵害更小的手段 你是不是应该也要用才对 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给开放的建议 那再来就是说我觉得 其实中间的工坊的时候 你们会针对正方的 矩阵资料有很强烈的捧弃 但其实正方除了有对于 资料本身做检视之外 他还是会啰嗦 其实他们没有要整向例如讲那个 就是你前面有愧症 后面有贿弱的这个观点性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你们在一开始 我手持的时候就建议 当然你手持能够拆解 这个东西是越好 但我觉得最关键的是 应该在手持首先确立 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花点时间问清楚 可能会来的比较好 就问他说 你基于的这个理由 你在意的事情是什么 就把那三个分点确认一下 就是对你来说 你之所以改动制度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呢 是 是因为 太阳会有压力 那是所有有压力的 你都要放进一起办理厨房 那如果是什么 这个 交情 或者是什么 以前上次的东西 不是一样啊 你在一边的厨房 那就会发现很多情况 还是用回避的 不是直接用 回避 好像没有回避 估计也不一定是 社会有形式上面的问题啊 之类等等 就 就是我觉得他先确认 他所讲的那个内容是什么 就把他做后续的 的反应 所以如果你当下 只是先抢啊 他前面去论证的资料 但我觉得没有 你在台上先确 跟他有明确的共识 知道你们要讨论什么事情来得好 所以我会建议在前面 先花一点时间 先跟他确认说 我要你前面讲那个贪污的 贪污的恐怖后果 那先不讨论啊 你之所以改动制度的 就是涨下面这三点这个样子 那就跟他确认说 他的理由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就不会混在一起 等到你确认完这件事情之后 再去问他举证 我觉得会比较好 那你今天的问法 当然格式上面 好像有问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是 非常包裹式的 给他确定 你觉得 印象中用词 应该类似那种 你觉得现在那种制度不够 所以你要改动制度 所以就跟 就是你没有处理到 正方的逻辑 他要讨论的逻辑 那个西部 你可以把它区分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 就是讨论上面效率 会比较差的原因 那再来就是说 就刚刚讲就是 对 现在就是操作问题 对 那正方的话就是这样比赛 不太有什么问题 就我刚刚说的那 那有 我觉得 完全高几率是我个人的喜好问题 就是 我觉得会有一个风险 就是中间在问的时候 其实 溃震所造成的结果 出现的那种恐怖 那这个不这么恐怖的 评价也就是像什么样子呢 我有个不知道 因为比赛当中没有出现 只是我个人都会觉得 你前面开设的需要性 如果你的结论只是长成 所以我们要更认真的去处理 堂物的问题 那就会跟你制度效果长 比较 你就是其中一种手段 那如果你只是其中一种手段 他没有那么强的 的那个内学效果 那感觉就是 他的重要性就没有那么明显 就 嗯 就我觉得就大概是最大的 尤其是像 今天的分点里面 像那个事前会证 或延后对他造成压力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有个讨论 或者是说 像那个 管理你们讲的那些内容里面 就我觉得是 在 就是那个 自己降标 那是你们其中一点 就是确实在想跟 跟那个 后面会收受贿落的 管理性 那个就还 就比较OK 比较延期 但是在前段的那个 收受贵证 然后找其他也热补 其实也 的确你知道 他会有这种 这放水的情况 那这个放水的情况是 到底 他的放水 有没有严重到 我们要放行 或的情况去处理 我觉得也是另外一回事 就 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在贵证的内容里面 因为没有听到 我比赛上面也 也几乎你拷问了 我印象有点不过 就我不确定在Event 后面说明制度的时候 有没有去说明 你具体指涉的 汇证是长什么样子 是所有的公务员 收受的汇证 都必须要发布 还是业务相关要发布 或者是业务相关要 相关要什么程度 那这个业务相关的情况是 他说明完就没事吗 还是说明完即便合理 也是要用出道 我觉得这些细节 都是正方应该要后面 制度上面也要去 解释清楚一点 但是这个解释清楚 我觉得不是你们说明的不够好 是 我觉得这东西解释清楚的情况底下 会让你在面对 全方攻击的时候 省去很多麻烦 就你的紫色的目标 就是他比较聚焦一点 我觉得会比较好 那以上就是 我就上期才看 所以我忘记就欢迎跟我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周俊玉学长的奖评 再来有请主席左手方的何一轩学姐 为我们进行奖评 再来有请主席左手方的何一轩学姐 为我们进行奖评 如果你们够了解收换 没有什么够的 然后据其而言有两个就是 事前压力 还有他的会有那什么 腐败性或小型等等 他去证明说 本身收钱 就算没有退假还是不OK 那你们就进一步去说 就是我们的最高法院认为说 在这种独知罪下面 所保护法医是人民信贷的这个问题 就是国家社会法庭 然后进一步去证明说 就是如果人民对于政府的贪污的印象 是不OK的话 也可以会进步影响 外资进步有可能性 要影响的特殊计 然后做制度的说明 最开始是你的说法这样子 那好 那你们前面讲的那些什么行政不公 或是不当连接禁止那些东西 在这种比赛好 在这种比赛不太重要 在凡是一个主持人家 那这反方你们就说 你们认为说 现在我们的清点次数已经是OK的 你在全球排名是29 已经排前面 然后有在持续的进步 然后再搭配一下 现在政府有很多相关的配套措施 在仿度 贪腐这件事情 认为是已经不够了 那你们认为一个刑法要实施 就要透过比例原则的检验 具体来看你们提的是必要性原则 那必要性原则你们认为说 在这里是不会通过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一定有相关能力规范 或者是你的用语 好像是行政局的法 去防范这些事情 这样大概是政法充满的论点 那就成了同战和裁判所建议的 就是你们既然要讲比例原则 就不论人家自己讲必要性原则 因为比例原则有三个嘛 适量性必要性跟那个下义比例原则 那为什么挑必要性呢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你们到后面的说法 其实已经比较像在讲下义比例原则的概念 我自己觉得 因为你一直在问他说 到后面一直在问他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适合用刑法来处理 就是他好像已经是一个 这两个利弊有没有相符合的问题了 跟你讲的必要性原则 已经没有太大关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你如果要检验必要性原则的话 因为这个必定是你们自己的论点 就是你们要去主张说 正方的这个制度 没有办法通过必要性原则的检验 所以他哪里不能通过必要性原则 这个是反方的主任责任 所以正方也才会在前面一直问你们说 那你既然要讲必要性 你提一个就是有更小心态手段 然后可以达成相同目的的制度 来给我听听看 你要先证这个 我才知道我有沒有符合必要性 你才证明我没有必要性 那所以就会变成是你们在前面 关于这个你们自己提的伦理规范 或者是行政的相关规定 你们没有相关具体的制度 或者是资料可以去证明说 这个行政或者是伦理规范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强度 你们唯一的说法就只有 靠着现行法的制度底下 我们达到全球29名的标准 你们的说法就只有这个 可是正方就跟你说 我知道是29名 但不冲突 因为我也有资料告诉你说 民众对于现在就是还不满意 有24%的人曾经被政府要求要给钱等等 就是他有一些 你们两个双方都有些客观的资料 而且这两个资料是不互相冲突的情况底下 正方认为这个使国家还有变得更好的可能 那你们认为 你们听你们也没有否定这件事情 你们是所有其他事情可以达成 可是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 现在做的怎么样 未来有没有可能更进步 这个成效跟对方是怎么样 这个都是你们居正责任 但今天你们没有做这件事情 那相对而言的话就是正方对于你们的拆解 也很快就结束了 所以会变成是后面这样的比赛 基本上反方这边的战场 就是你们论刑是空的 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去跟正方共放东西 那接下来看你们有没有去进一步 去对于正方自己讲东西做拆解 你们最多的拆解就是在那个 显著相关那一份资料去讲 那就是他到底有没有显著相关 我自己评论 我虽然没有学过统计 但是就我对于统计资料理解 我觉得你们单纯是觉得是 那个回归的那个相关系的R系数 好像不太是正确的说法吗 我不是很确定 但反正这件事情在战场比赛 其实不太重要 因为正方就告诉你说 我不是单纯用有显度相关 我们就应该要罚 我是搭配其他的论证资料 告诉你说数据总是要被解释的 你说很多人有显度相关我也同意 比如说你们讲的有储蓄跟犯罪 这两个都是显度相关 只是一个是中性行为我们不罚 那你要这样讲 是不是人活着就有可能会去杀人 或什么之类这也会有相关性 就是单纯去讲有没有相关性 正方也承认是不太重要的 重点是他拿了个案资料 拿了论文来告诉你说 在研究上或是论理上 的确有合理 听起来是合理的方式 可以去解释这两个是有因果关系 或者是有高度概然性存在的 那你进一步要去破这个说法 是要对那一份资料进行检验 比如说他访问的样本有多少 他的研究分析是怎么分析的 他有没有出这是断言 还是他真的背后有什么心理学 或者是什么论别依据 进一步去对他的那些虚拂性资料做检验 才会成功的破除正方的这个论证 否则你单纯是拿数据去证 而且你也不是说那个统计资料 哪里有问题 统计方法哪里有问题 你只是说有别的东西 也有显著相关的时候 这两个攻击对于正方的逻辑 论真是没有办法起什么太大的作用的 然后再来就是你们对于那些数据工坊都很分散 然后有很多是在你们的结辨 或者是结辨才比较多 就是也有在处理这件事情 但基本上你在结辨处理效率已经不大 第一个是你们要办法检验对方的资料 第二个是对方有没有办法进一步分离回应 就是这一段如果可以做的话 在前一段做的会更好 那相较而言的话 就是正方你们自己论证就是 因为也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攻击 所以纵然可能会觉得逻辑上 可能有一些地方是比较跳跃一点点吗 有可能啊 就是还是有被攻击的可能 但因为这样比较没有发生嘛 那论证起来就是蛮完整的 所以最后我自己论点分数也是判了蛮多的给正方这样子 那好像就这样吧 就是明显看出来反方的辨识的经验比较不够 但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辨识而来 那之后也建议你们 你们如果再加一个论点的时候 尽量不要只有一个论点 就是你的论点加关里面尽量不要只有一个单点 因为你们今天单纯就只有讲必要性的事情而已 对于其他人没有在进一步论证 所以正方今天上来问你说 你有没有要证起他的比赛 虽然我觉得正方这样问不太好 就是没有必要性本身就是个比赛 就是你问他说你有没有要证比赛 他说没有 可是就是如果一个法规 他们的话通过必要性的检验 他本身就可以是个比赛 就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问 那反正就是你们 第一个是架热年的时候不要只有一个单点 因为这个单点被破了 第一个是你如果只有一个单点 他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攻击你这个单点 那再来是这个单点如果被破了以后 你的热年怎么就会垮下来 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是在架热年的时候 也不要只加这么空泛 就是太高 太上位的东西 因为你单纯讲说没有办法透过必要性检验 可是具体而言不能透过必要性检验 这件事情在辩论场上可能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 或是讲操作比较不强 所以建议你们还是可以找一些更实然一点 就是更在价值上可能稍微低一些 可是比较好用数据资料堆出来 他的严重性或是可怕性之类的东西去做论证 可能在操作上会比较好操作一点 那这大概是不是对这样比赛的奖金 如果有什么问题都要谈我支持 是 何医生决定有精彩的奖金 再来有请主席右手房友蔡小松学长 为我们进行奖金 大家好 对啊 那对比在一起的数 跟这两位参加也差不多 我看一下 我先把 其实因为我对于反方 我自己觉得时间就是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素材比较少 那你们前一段给我的感受 就是你们希望能够透过 前面的对于台湾现况的描述去证明 或是试图说服大家是台湾的贪图问题 是非常非常不严重的 以至于你们可以套用到你们后面对比例原则的描绘 我听起来像是因为如果现在台湾在这些地方上面 没有探户问题 那照理来说 所有对于台湾问题有效果 但是也有伤害 也有侵害的增强的制度 就都会是一个不必 就是没有办法通过必要性的制度 因为两边的贪污问题应该要变得一样好 一样干净 但是正方会却造出多一点伤害 但我觉得在这个逻辑底下 很明确可以想象就是 试图要完全把正方对于贪污的描绘 完全消减到没有这件事情 不管 我觉得就算你们知道今天再多 我都觉得这件事情要很难做到 因为毕竟正方他们也可以一路切换到说法 就是说 任何情况比较他们都还有进步的空间 但正方自然没有被指引到那种程度 但是正方在说法上 其实某某地方也透露这种意义 就是认为说 其实不管怎么样 都是永远不可能解决他们问题的 所以今天正方只希望去证明说 他们问题还有一点进步空间 他就有办法透过他的那一点改善 去是不是给你做到 至少是理议的三层的比较 是到底他在利益上面能不能破的要关 那如果一旦进到那边之后 反方就很难再用开稿的时候的架构去论证 成功赢得你们原本架构设定起来要赢的方向 那我觉得其实基本上在站内设计上面来说 就是相对吃力的 那我今天觉得其实反方还有就是比较大的状况 也就是对于正方的资料的浅证 很多时候都只是 因为算就是苛责跟就是不断的去说 他们也就只有个啊 或是类似的这种说法 那我觉得如果你要去对正方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自己觉得 你的素材没有办法多到 可以直接在论证强度上面打倒正方 那就变成是 我觉得如果要跟正方去寄一层一层的资料 检证的时候 比较好的做法就必须要是 尽量把你们整轮咨询时间空间 然后去跟他检证那些重要的资料 就一轮咨询时间花 就是整轮咨询时间 就是检证一份都没有关系 但是一旦你把就是资料传下去 或是一旦资料的检证 开始要就是分散你们的时间的时候 就会显得相对不效率 我会觉得如果今天 反方自己没有足够的 矩证资料的时候 要处理这样比赛 唯一剩下不好 就是你要对正方的资料 非常细致的抬上去做处理 那这个 这样比赛我觉得其实相对也没有做到 他比较多会是一些 停留在下来是断言的缩绑 那比较 我比较记到比较多一点的工坊 就是你们在中段 对于正方的那一轮的统计方法的这个处理 我必须要承认我就是死文族 所以我也平常也没有什么在去学这个部分 那这个东西最后天下都是很头痛的 但是我大概可以感受到 似乎反方在这一两轮的工坊里面 有把反方的结论诠释出来的事情是 认为正方在0跟1就是高度正相关 反正就是这个之间 他们其实正方的资料的呈现 你多可能知道0.1跟0.3等等 那听起来 虽然我必要承认我对于这个东西感受力不是很强 但大致上好像有是要做到一点削减的事情 其实你们的相关正相关也没有这么显著 或是这么的明确 好像有那么一点效果 但是其实我跟你讲办法就是 还是会因为这些正方的论证架构相对完整 所以这种资料的这种削弱而不是击倒 其实也没有办法直接让你们有获得论点分的可能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在质疑资料的时候 需要比较清楚的意识到 就是当你自己没有东西可以去打过 打过正方的比较架构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额外去帮他成立比台 或是去跟他讨论他对于人权的侵害等等 我觉得你必须要去实际的展开一些那种 可以达到这种公共效果的状况 不然单纯只是消弱资料 可能会在阶段性上面有一点点这个复苏的感觉 好像有一点就是知道一点东西 但是我觉得他对于比赛的处理是相对不效率 那我对于正方的想象回头来讲正方一点 我自己觉得听起来会觉得前面开的蛮大 但是我自己比较关心的事情是 我觉得正方虽然有比较大的状态 可能今天没有被反映做太多挑战 但我觉得今天正方的论点的这两个论点 我自己是会相对好奇的 我觉得前面讲财量压力这个东西当然就是蛮可以清楚 就是你们的说法也会跟我其实先前面听到 假装资料菜一样 你们会直接导向说 认为只要有收受利益本身 就一定会有财量压力上面的问题 所以就是我觉得一来的事情是 我其实不是很确定会不会有一种状况 事情是他的单纯的收理这件事情是不会影响 就是我不是很详细某个公务员 他的业务上面就真的跟某个职业务 他用某个身份无关 然后这个无关的职业送给他的预论 我说这种东西算不算是你 你先在帮他处罚的范围 我就可能会有一些类似的小状况 会让我在这个单点上面做一些疑问 因为我的意思是 当你们有两个不同的点 一个事情是采量的压力会导致他采量 就是收理这件事情 会导致他采量的时候 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判断 跟后面那个 我听到像是认为未来会不断的滚到 就是严重的贪污问题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他本身是有一点点差距 因为我觉得相信这方面自己也有意识到这种差距 就是在于说前面讨论的事情是 这个收理行为本身的道德上面的 可以处罚他跟可以责难他的这个性质 但是后面的那个比较像是 为了防治某种更远大的灾害而做出一种前置准备 那在后者的论点里面就会觉得 对于前者的不管是处罚 还是在道德上的苛责 都会显得相对比较需要被描绘一点 不然会觉得说 如果我但是只是为了防治贪污 我去处罚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感受出来 这件事情是他们本身就是 是一件不对的事情或是什么 我觉得他会变的事情是正方 雖然在后段你们的主要的工房 或是主要的就是推进比赛的方式 都是在跟本方确认清楚他的架构不足以达到你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确实这样子本身 就会有一定程度的效果 但是我会觉得说 好像在某些单点的概念上面来说 我其实会蛮好奇说 那些材料压力最惨可以变到什么样子之类的 就当然这种可能就会有点苛求你们 那我就觉得 他的感受就是说 所以说我如果有一个警察 我常常跟大家收理 当然我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公平的觉得 但是就是那种想像 如果在后面能够讲更多更深一点 我觉得其实好像对于这方面 有点表情会更加 但我觉得这种不是一定要做 但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当比赛 如果可能像你们后面自己也知道 你们后面也知道 时间也不是用很完整 就是觉得好 反正就这样了嘛 那我可以理解这种状况 那我觉得说如果有点时间 其实不妨试试看看 能可以再把这些说法跟效率推进到什么程度 那我也觉得反方 其实破口也是类似这种地方 就是如果能够抓到正方在某些地方上面 他们的道 就比如说如果他们的两个需要性 我自己觉得的道德上面的可责性不一样 或是对于某些群体来说 会不会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做 就是根本就不足以达到 我们对一般贪污的想像跟标准的时候 那正方还会用刑罚这样的方式去处罚它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跟危害 因为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种 雙面震的感觉 就像对正方来讲 雖然正方后面有去提说什么 限况比较行政主分 我记得你们有提过就是什么 你要去跟反方确认说 限况比较行政主分的效率是没有很彰显的 所以你们才要去推行到 把它提升到刑法结果 那我觉得就会是 可能也会有一些状况 我不确认这样对谁有利 但是我像我自己就会 我自己记得就是好像我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记得行政法可以动用的 调查的管道跟工具 跟这个刑法是有差别的 就是当我能够进到刑法阶段的时候 我对于某些调查 比如说监听啊还是什么东西 它会跟一般的行政材料 会有趣而去比 那我会觉得说 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在单纯的法 我不是很清楚就是真的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代表想好像这样 但是如果不是真的那算 但是就是可能在不同的法律类别 或是在不同的处罚效果上面来说 可能在这反方这边也有机会对于 同样的案件有不同的评价 我会觉得对于接战比赛来说 反正没有主动把正方可能会处罚到的样开描绘 就是等那个描绘去问清楚 然后去给他确认他 以及因为这边也是反方的一部分架构 就是他到底对于这些人的处罚 会造成的侵害大家会 大家会怎么去想像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展开 其实就相对比较可惜 那对正方来说 其实就伤害跟影响就是不太大 毕竟你们是相对完整的表情 那他就会是 好像如果能够再把他跟你讲深一点 可能最后的选项也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什么问题就要问 哦对 对 他也不怕 谢谢大家 谢谢蔡小松学长精彩的奖金 最后公布评分单的成绩 首先声明 评分单的公布顺序 與裁判夺势及奖评序无关 第一张评分单 正方比反方92.65分 第二张评分单 正方比反方106.68分 第三张评分单94分 比62分 那分仓底带由正方以3.0获胜 从方便知道台前握手接入 现在我们在台前衡 对台前衩就能够向海标 距离 不过来 第二张评分单 最后的台前衡 有点准备